又有漁民被中国大陆海警骚扰 五号接近中午 澎湖漁民在木斗宇西北三十二海里 接近海峡中线作业 结果被中国大陆海警跟肩 甚至广播驱赶 海巡台中舰就在渔船附近 但漁民抱怨 海巡人员不仅没出面 跟大陆海警对抗 反而要求我国渔船离开 海巡公布画面澄清 有成功阻挡海警干扰 劝渔船先离开 是避免发生冲突 不代表对大陆海警让步 就怕大陆海警找借口登船扣押 目前木斗宇作业渔船 陆续返航避风投 不过这几天渔船接二连三出事 先是大进满八十八号被大陆扣押 基隆级渔船扶扬二六六 又疑似进入日本领海 遭日本公务船取缔 海洋没划线 到底该如何知道 有没有越界呢 这就是导航 渔船导航就靠这个圆形仪器 另外电脑荧幕呈现的是经纬度 输入要去的地点 就会出现红线 抵达时会发出警示音 不过卫星导航 无法知道有没有越界 得靠船长评经验 注意周边海域 不要太靠近大陆 这位船长的荧幕 充满密密麻麻的红点 渔民会评经验 知道哪里渔货较多 自行做记号 渔民呼吁政府该印就要印 不然以后没地方捕鱼 恐怕影响渔民生计 TVB新闻 陈正在澎湖的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